XD 幹 婆胡欸 不覺得很胡嗎 不應該還是能看啊 好Nagel因為 Leap有工兵偵採擋到二況 所以他直接下了狗屍跟瓦斯 所以他終於有機會 把自己的失敗 這是一個很大的比賽 這兩位玩家 他們是最高的地方 在各個地方的領域 這位玩家的領域 順了 順了 NICE 好 用這個吧 好 用這個吧 好 剛剛講過 加速一隻教室 對 一來是防 防人家什麼六條狗這種戰術 或是 不然就是他的教室要趕快轉出來 然後潛壓給對方壓力 順便偵查 所以這位玩家的領域 所以這位玩家的領域 一件要注意的是 這是一條路由Nerchio 從Nerchio的領域 到Nerchio 但是這兩隻鋁子 會進入 他們可能會損壞 這位玩家的領域 對 也好 這也是很奇怪 因為Nieb 有一個玩家的領域 所以他當然想要看 這個玩家的領域 他想要看 他想要拿出一隻鋁子 那這不可能 只會把這隻鋁子 只會擔心 這隻鋁子 是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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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隻教室在家裡 就有清掉 那這邊剛好講到 這邊是省了那個 母劍和仙的錢 先做VS 所以他的 他的限制比較快一點 但是因為剛剛兩條狗 進來有偵察到 所以說他其實的防空塔也放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限制沒有辦法打到太大的傷害 但他還是可以去嫖 那些邊邊角角的 那個防空塔保護不到的工兵 就算是4-5 如果不是6次 就是因為 Oracle 是超級好 對任何類型的 那當然 也不錯 有些圖片 可能拿出幾隻鋁子 安排 安全 有很多理由 為了 他剛剛飄過去 因為他發現 對方的三晃沒兵了 所以要把他取消 這是一個雙線 這邊 Nippa打 這個戰術其實蠻強的 這個是一個 三兵贏 搭配雙線之的一個鴨子 等等 但是他做到第二隻線之了 然後把自己三方開下去 新手玩新海比較推薦哪個種族 主要是看你喜歡 你覺得神族帥就用神族 你覺得蟲族帥就蟲族 對嗎 那我可能 譬如說 我可能會覺得 譬如說 我如果今天是個 新手 對 但是因為我很喜歡揮歌 那揮歌 玩神族 那我就玩神族 我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有一個人 可以打法可以學習 嘛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 那時候 台灣不是有一陣子變成一堆蟲族嗎 也是因為SAN的關係 大家都學SAN 玩蟲族 所以這就是Nurture 譬如說 你不可以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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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角色飄上來 搭配先知 但是因為四隻後蟲 這手術最波是沒什麼問題的 強殺一下 好走 目前這個NIP的操作都是非常的好 他已經打出了一點優勢了 我很喜歡揮歌神族 所以我要學揮歌的T 靠腰 如果NIP的失敗 如果NIP的失敗 更多的 現在開始了 但幸運 但幸運 他仍然有兩種 Oracals 而且 他們正在對抗戦 他們正在用作的 抗戦 即使 是 抗戦 他在Phoenix Phoe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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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 通常 會玩什麼種族 一來是自己看瞬眼 再來就是你喜歡的選手 玩什麼種族 你可能會跟著玩 Phoe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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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教室的一波打完以後 轉出鳳凰不求者 鳳凰不求者然後提速狂白球中組 鳳凰其實只出兩隻了 也沒有一直去抓下去 鳳凰大概是輕輕王蟲 然後偵查一下開開視野這樣 不,他們能跑快速 但他們不能飛到海外 不,是不可惡 所以,這裡是《Charge》 在《Production》上的圖片 還在《Templar Archives》 《Rose Revelation》 他只能看到一隻的《Creek Tumor》 其實是很危險的 Neepe可能會問,你哪裡有個部份 但在同時你不想過敗 最終要做的是 把兩人的《Immortals》 先把你拿到《Immortals》 但Neepe可能會在《Templar》 他心想,等一下 有什麼不合理 為什麼你沒什麼 他知道了,他知道了《Spire》 它已經完成了 但Nurchio還沒有建造了什麼 哎唷 這個壓制 剛剛那個壓制 用鳳凰開視野 然後壓正面 要讓重組 要讓重組包一點兵 但其實Necho的營運也是蠻好的 剛剛在Neepe有殺了到的情況下 你看是他工兵數量是不俗 而且人口還領先 領先了一些 他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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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原本要打過去 發現有蟑螂 直接回救 沒有選擇換家 換家我覺得對神族不好 他確實是應該回救 欸 這邊水平坦補慢了 其實豬鳳凰就是要抬這個 抬這個劫回獸 賺 哇有點難守啊這波 Necho也不太敢進去 因為 還有啟發力場可以用 他怕進去也會被隔開 你看 像這樣子 有些被隔掉了 這個神族危機還沒有解除 這個毒報要炸 但是毒報沒滾出去 會被點光 哇 剛剛那個是手動點的嗎 我剛剛那個毒報不確定是不是手動點了 不確定 這我不確定 他來抓了一隻火灘 還要補一隻火灘 再去火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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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沒有 壓力還是很大 頂 哇這個頂 頂得穿滿後面有一波狗蓄上來 雙方都有點抱錢喔 雙方都有點把錢花不完了 好守住了 這人口差是因為出蟑螂的關係啊 這位太囂張了 直接A上來 好正查還不錯 哇太兇了吧 這直接反打 可是後續的那個兵是從事況那邊刷的 哇這不休者不能死啊 剛剛的地點太驚熱了 救他的不休者 一般如果到後期還會用幻象的話 都是變那個白球 白球可以卡 可以卡 卡 如果說對方有監察王蟲的話 他不會打白球 所以白球會變成一個 會變成一個 類似立場的效果 那如果對方沒有監察王蟲的話 他就會打白球 那白球的血也算是多了 好這個 先之 先之直接去集火點那個 結尾獸 哇 其實NIP守得很好欸 他的兵其實沒有比充足多喔 正常 如果是一般的神族 剛剛早就被NIP 早就被那個NATURE A爆啦 現在對於神族來說其實還是蠻難守的 放棄了放棄了 沒有沒有立場了 那NATURE這樣AA也把他的武礦開起來 這個地方是有守到的 這個狂戰士 哇 這場水準蠻高的啊 立場格 NATURE是他人口還是領先喔 他這個蟑螂結尾獸狗 200人口打140 我覺得還不好說 因為NATURE的四礦也開了 剛剛那個只 NATURE的五礦開了 剛剛那個放棄的只是四礦 然後四礦重新放下來 所以上下其實是四礦打五礦 我不覺得神輸會輸 神輸會輸 然後這個 哇 這個位置被包 喔 不是被包 這個從一個撤洗喔 OMG 太虧了吧這個 哇 這稀料料啊 這已經沒救了 這個在一個極差的位置交戰喔 這已經結束了 他已經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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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只知道NATURE贏 但我不知道他們的 結果是怎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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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續撲一波狗 欸 續撲狗 狗沒打 因為有白球 不敢打 欸 你們仔細看那個收入喔 其實NATURE的收入有兩千三 NATURE的收入有兩千三 所以 NATURE 只要沒有被傷到經濟的情況下 剛剛那個子能算是換兵而已 那現在的人口差距其實還是差不多 他們雙方都是把錢花完的 這邊還有兩隻不休著 這手不住了 這掉了 好 我們下次來吧 有隻貓狀的 這招呼 NATURE 我們下次來 抱他們 我現在還是相當阿囧 我愛眼競寫這招呼 到二座 NATURE Base at 12 and went back to 3 o'clock again Nurture's gonna put some pressure on this base But this base is pretty much my... Mannib沒空好嗎 他果然是閃一下那個... 閃一下那個... 閃一下那個... 那個什麼啊 閃一下他的攻擊 甩一下打就點掉吼 真的是很扯 Nurture's gonna get close enough to the Zerg army I mean even with all of these immortals There's not an infinite number of force The Bainlings hitting from the back Get rid of the Sentries And now it's just the Immortals Versus these Ravagers as they crash through 哇沒救了 哇內秀這真的太兇了 Try and deal with this But Neve has so much of this to go through Here comes some other ship For Fulton overcharge being added into the mix He has to keep the Immortals alive Another one does fall Now two Immortals do really live up to the name of being immortal But they might eat a couple of these balls Not yet Now the Fenix is gonna help But it's like guys I've got one Take it out And he will drop it And he'll try to take one more 欸Nature這個... 這個有點實力耶 你們看他一直在交戰一直在交戰 錢花的乾乾淨淨 礦也有開 Take a look at Units lost How many Immortals died And how many Probes died Like 23 workers Wow 16 How often do you see that,Nate? That is a lot With 17 Archons Versus 125 Roaches And 48 Ravagers Now Neutcher's gonna swing around again And he's gonna try to fly some pressure to this base At 3 o'clock You can't just give this up He has to defend this base If you lose this base You have no more income If you lose this base,you have no more income This is...this is potential 好 最後一波了 這個... 重組把他的陣營展開喔 神主這邊已經沒有什麼高質量的東西了 一顆白酒 獅子不朽 They will reach the front of the battle lines And he's going to make this move in And a lot of Bios 沒有 這次冠軍沒有韓國人 真是四強都沒有韓國人的樣子 The Bainley's get close to the probe They're all very weak The Pylon on the right side will fall And that's it GG Nurchio takes game number one 其實不得不說 現在歐美的實力跟韓國越來越接近了喔 他們已經不是... 他們已經不是... 他們已經不是韓國載智了 呃...也是韓國載智 但是歐美跟韓國的... 的差距有變小 唉 下一場 Oysterут 然後 monkeys 8樓 一定 치ous 來人 - 心 好 地圖來了 是紐闕克 嗯.. 右下角 蟲族是 coaster Alexander Benny tyoul 鋪重胎喔 他們已經忙到極限了 如果轉類光球 轉類光球你要算一下他的經濟 他必須要花200-200 然後你要再花 你花了200-200之後等於已經掃了一隻不朽 然後你出一隻獵光球你要再掃一隻不朽 所以你等於是掃兩隻不朽 家裡正面多一顆獵光球 布丁會比較好 假如說你那一顆沒有炸到的話 你正面掃兩隻不朽著喔 你說台灣載智喔 賣腦啊啦 台灣冠軍去這個比賽小組賽就爆開喔 Kengs Valley 有很多困難的位置 要跟你的Nexus 是非常不舒服 尤其是死亡 幾次都沒有參加 他們在後面 因為你不想把他們 但是你當然想要確定他們都參加 現在Nate 這兩人的旅行 這兩人的旅行 已經不開始了 他們兩位競爭 競爭 競爭 那球這邊是 我想說他的視野怎麼那麼多小紅點 好 直接速三開 打深處其實也是蠻多都速三開的 其實主要是你炸下去沒有炸到東西你就爆開了你知道嗎 好 先知 一樣這場Natecho打的是跟上一場幾乎一樣的開局喔 他的母劍核心也是沒有做先下VS 然後出了先知之後才做母劍核心 你會說 我不會再建造一場五個 我不會再建造一場五個 我會說 OK 這就是母劍核心 我不會再忘記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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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Natecho的打法是 完全沒有烈光球的 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都科技這樣 還說他習做 我沒注意到 應該沒有做吧 他沒有三四氣 這個流程應該是不會有流光球 他換了 他這場是出鳳凰 沒有出先知去壓 出鳳凰 然後放了VC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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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生了教室公主 到現在還沒有母劍核心嗎 真的假的 還是他其實有做啊 他是完全沒有做母劍核心 然後把所有的氣都用在科技上面 打一個戰術 對 所以 就要把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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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的時間,這就是什麼我們看到在Gactus Valley 有幾個損失的損失的損失 但這也可能是Neeb在想保持Nurture 就是想說,嘿,我看到你最後的遊戲 不經重呆嗎?這個其實應該是有看到的 好,做了母劍核心 所以Neeb他連續兩場都是那種 你看他剛VS放了嘛 出先知,然後出鳳凰,直接下VC 升教室攻速,才升母劍核心 母劍已經很晚了 這個其實也有一點在... 他認為對方不會快攻 所以他這樣做比較安全 比較猛啦,然後... 不是說比較安全,他覺得他很安全 所以他沒有很早做母劍核心 他還在想找一個開放 好控制,阻礙著這些Adapt 讓Nurture的Drones繼續跑來 不太負擔 他不太負擔,不太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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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太負擔,他不太負擔 他不太負擔 但他有些不太負擔 這第二場了,SDQ這第二場了 好,漂主礦 他分批漂喔,先漂一點進去 照一下,這邊要青蟲胎嗎? 他這個照沒有照好耶 他那個是沒空好啊 他那個是沒空好啊 哇,各種教室 點一隻有魔的後蟲 殺幾隻農 額礦 他出去了,他出去了,哇,這被追殺 哇,Leap這場有點慘喔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Nature的工兵只有46隻 他只有46隻 這波蟑螂打 打過去如果沒有 沒有傷到Nipper,他就輸了 這波非常關鍵喔 蟑螂是還蠻多的,但是 Nipper的立場 立場 有一些立場,但沒有很多 要看立場放怎麼樣 好,這邊只先開盾 隔一點,立場好像放得好像還好 好,外面完全隔住了 上面隔住了 這有洞啊 四爆開了 這邊要搶點這個山礦嗎 Nipper後面還是沒有補農喔 那個,Nature後面還是沒補農 全部都是報兵 全部報兵打 要把這個山礦搶點掉 欸,好像點不掉喔 行嗎,能不能 好,點掉 但是這個點掉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點掉這個沒有說到 到優勢捏 我覺得點到這個還是五波而已 神族先邊 開始把他的科技補起來 那雙方攻防都現在才升喔 8分40秒 剛剛雙方都 雙方都 喔,有有有在升有升 雙方都是一攻 近戰一攻跟那個 雙方都是一攻 崇族是近戰一攻 神族是一攻 身邊換神族要反打 生了閃電 剛剛那個立場有動啊 那個立場不能說是 不能說是 極度漂亮 因為他其實 放了一下有格道 但其實是有動 然後 然後 剛剛那個三框雖然打掉 但是 崇族畢竟經濟 他的攻兵並沒有很多 所以 你們看 就算剛剛打掉三框 他的人口並沒有拉開 而且 NATCHO這邊是出蟑螂的 所以其實我不覺得 NATCHO這場 目前這個情況是有優勢 喔 這邊 螺旋塔被看到 那這樣的話 膩本因為剛好偵察到 所以說這邊開始出鳳凰 對 因為它還要是只蘑菇 還要是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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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隻 這隻 我們可以看到 這隻 這隻都會 是 我們在前面 因為 那時候 很多人都會問 為什麼他最後一場比賽 你需要錢,你需要經濟 他一直在失敗他的技術 有時候是比較好處 只要拿2-3阿根 比賽一波 教室 你們知道生了重組啊 重組打神組 其實應該不是說打神組 打人類也是 只要你的組合裡面是有狗跟毒豹這種東西 不管你搭配是蟑螂還是刺蛇 你重組生的那個工坊一定是生近戰的 因為 近戰的那個 生攻擊力的那個 效益太強了 喔 這個蟑螂 在旋轉 生近戰的工坊的那個效益太強了 我知道Legacy the Void 說他們可以做的 但是 我告訴你他們可以 誰在Legacy the Void的電影 應該要想更多想要這些 對 對 對 閃電 再來一個閃電 哇 閃電電的不錯喔 所有的蟑螂都 殘半血 都半血 欸 再來一個閃電 有沒有立場 哇 閃電失誤了 閃電剛剛位置有點危險 哇 這個好像 好欸 喔 不行了 沒兵了 沒兵了 不休者 不休者拉一下 哇 太神了 居然守住了 太神了 居然守住了 太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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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剛剛鳳凰有 不斷地把 結尾獸抬起來 所以說 蟲族的 DPS 有下降不少 然後不休者 又夠硬喔 不休者坦了很多傷害 不得不說 Nib這個打法 Nib的打法真的是非常吃手術 知道哪一下那個 哪一下那個結尾獸 三攻再踢 從我這邊又要再來打 而且 Nib也沒有說 Nib也是不斷騷擾 沒有在做什麼總攻 可是他已經要把他的武礦開起來 你看 Nib 你們剛剛不是有在提那個 電光球嗎 其實現在的主流就是像他這種 走閃電 走閃電其實是為了要 要電獨爆跟那個 跟 刺蛇 電蟑螂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太大作用的 就是電刺蛇跟 跟獨爆 狗啊這種的 然後他從族打神族也不太轉 盾底獸 因為盾底獸其實會蠻怕不朽 跟白球這種族 除非你今天升的攻是加2 2點攻擊力 升防的是加1點防禦力 那這樣的話就升攻會贏 像蟑螂內戰嘛 蟑螂升1攻是加2點攻擊力 但是你升1防只有加1防 也就是說升1攻那邊打你會每一下 會多一滴血 所以升攻那邊會贏 所以不一定你要看是什麼單位來打 哇還配橄欖蟲真的假的 他把他定起來炸 這個操作難度也太高了吧 他想要用定的定住用Jerry說噴 喔 定到白球 死 喔 狂天使插起來了 爆開了家裡 主攻要爆炸 重組打這個人禁騷擾出狂天使這個真的很煩 哇 這定到 哇 是否有點急 這個硬吃閃電 哇 吃到不少不朽還行 可以啊 劇情單位可以訂啊 只有雷獸不能訂 因為雷獸抗暈眩喔 雷獸抗暈眩喔 2Carriers 在母艦 那時候事情開始變得 好 你必須要尊重 那時候5或6Carriers 那時候你真的要開始擔心 那時候你必須要注意 那些支援部份子 因為不要忘記 那數字在地上 他真的有Nural Terasite 他有選擇 他有選擇 如果你想試 他到底要出多少種單位啊 飛猛也有 他到底要出多少種單位啊 飛猛也有 輔飛也有 在幹嘛啊 輔飛也有 在幹嘛啊 大龍沒有狂暴吧 大龍可以訂吧 大龍可以訂吧 只有雷獸是抗暈眩的 只有雷獸是抗暈眩的 啊 有輔飛啊 原來輔飛是要打人進的 雙方的組合都很雜喔 有閃電又有什麼的 來這邊清掉 超痛 你有沒有看到蟑螂三隻 蒸發的呢 無敵的航母 我放上了 噢 換掉兩個閃電 你們看APM啊 你們看NIP的手術500耶 我們看一下下面的APM 有沒有看到 正下方 你看雙方手術 300多 300多 400多 哇 他是怎麼尻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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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覺得 重組會贏耶 我覺得 神組會贏耶 這邊重組已經龜縮起來了 好 墊一下 300 400是指每分鐘操作數 沒錯 APM Action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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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E P Snake PP PPPPKPAHPP口 PPKPDXPPL Duke 噢這邊要包 OMG 這邊要包 趕快用飄的要逃走 但是毒爆已經上去 欸 好像逃掉了 但是燒冰死了 這已經沒辦法了 爆爆 爆炸了 2比1 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剛剛在最後看到他出的是烈光球 他不是巨像 他是出烈光球 你們看 你看 剛好不是說我覺得是巨像嗎 但是他剛最後他的那個 你看他的左上角的那個建造列表 他是做烈光球 可是這也不準啦 因為他已經輸了 他可能暗爽 他暗的是烈光球 所以他的想法是更 更 更 更極端那種 他可能是 交戰的時候用立場 用立場把 把 毒爆隔住對不對 用 用烈光球去把 毒爆炸了 太省了吧 這個 這 這個操作難度有多高啊 這個 跳 好 直接第四場 好 直接第四場 Neeb 球王幹休泰 所以 Neeb Neeb 打 Neeb 打休泰的比賽 要不要也今天講 Yeah 有辦法設計這種 微超特區嗎 你設計啊 工業也 你去做啊 你去做一個啊 當然有辦法啊 這一定是可以的喔 這一定是可以的喔 好啊 堪稱 2017年 最好看的PVP 那時 比賽的並非練習 而且 這種東西真的是 要練的 我跟妳講有一個煉法 楓爺爺你可以用一個煉法 譬如說你可以找你的好機友 譬如說你的好機友我們打比方好 你的好機友是906 906對不對 然後你們就可以講好說我們把兵做出 譬如說做出哪些兵以後 你們就在一個地方開戰 然後之後我們就一直用RP讀這個檔 就可以一直煉了 他很精彩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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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神圖 張圖蟲足不好打 在幹嘛 我想說他一堆紅紅點跑到他的內框 不知道幹嘛 看邪兔 一堆紅點 一堂紅點 我們又有看到 我們看這張 很恐怖 Nurture是會比較動 更多 他會比較動 他會比較敵 一堂紅點 而我們看到這個遊戲 是那個打開 打開 打開 一堂紅點 再一次 一堂紅點 但是當然你如果直接用那個編輯器 編輯出一個更方便的 那當然就更好 我先把那個籃球歌貼的那個按下去 好 一樣喔 一樣是先先知 先知 3BG 然後開三框 Nieb每一場都一樣 他的打法太適合大家學習了 每一場都是VS開對不對 先加速一個先知 然後 加速一個教室 然後出先知 3BG 然後在你的三框補一個水晶塔以後 開三框 然後再下VC 呃 先下VC 說說 先下VC 然後升那個攻速嘛 開三框 然後再加母建核心 都一樣 下次都不太出OB 呃 會啊 還是會出啊 他每一場都有出啊 只是比較晚出啦 因為以前是沒有先知這種東西嘛 所以以前都是用OB偵察 不然就是幻象或是鳳凰 那現在有先知 你可以偵察兼殺工兵 太猛了 哇 兩隻後蟲 轉 再殺農民 哇 轉翻轉翻 這場開局太好了 哇 好點喔 好點喔 再一隻九隻農 轉翻了 這已經轉翻了 轉翻 這超轉的喔 再轉一波狗 這可能直接一波倒喔 這壓力太大了吧 這可能 這這 喔喔 毒死 毒死 這建築學有學過的 有研究過的喔 這毒死了 他會搶點那個正在蓋的 要爆開了 要噴汁了噴汁了 這個要噴汁了 噴汁 噴汁 再打一個再打一個 喔喔 有洞 他可以順便把那兩個打掉 喔喔 有洞有洞 喔喔 後叢 喔天啊 喔 家裡被遛狗 哇 這有點激烈喔 這時候仙姿還沒有參戰 仙姿還在睡 喔 仙姿沒有睡 仙姿動起來了 但是 OB沒有帶到 仙姿好像要回救 仙姿回自己的基地要去救這一波的樣子 喔沒有沒有 仙姿沒有懷 家裡的教室都守住了 哇 Nature這個肯要直接爆開喔 這是一個多線飄教室 這是一個多線飄教室 哇 這讓我想到的長板坡之翼啊 劉備帶著一群難民喔 劉備帶著一群難民喔 GG 十階漂亮的帶走 你們知道嗎 Nibb這只是騷擾阿 Nibb這只是騷擾 這不打一波阿 他家裡 他家裡在升提速狂 升不休者喔 還開了三礦 這只是騷擾 好 好 第五場 第五場 一樣是立馬對上 Nature 那兩隻走路後蟲太關鍵了 死兩隻後蟲 如果那兩隻後蟲沒死 他會跟其他後蟲一起來擋那個 擋那個先知 先知就沒辦法那麼舒服嘛 所以剛剛那兩隻先知 是殺了兩隻後蟲 加上九隻農 轉翻 也要說 Belsior 是最終的 最終的 殆滅 最終的 殆滅 後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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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soners 後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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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啦 雙方都是最頂尖的 一點點失誤 就會死啊 很正常 而且他那也不算小失誤 那是很嚴重的失誤 但其實說實在 誰知道啊 你兩隻後蟲往三礦走 不是很正常嗎 因為他的內礦的那隻 主堡後蟲也快出來 他那兩隻後蟲噴完軟以後 往外面走 準備要去那個三礦外面 把蟲塊撲出去 非常正常 但是很多人真的出現 他們真的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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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WCS-Austin 讓我非常興奮 也很興奮 我們也有幾個很好的 故事 很難得 i know right like game time is the perfect example of somebody that you see streamers losing us all the time and is like the tany is just isn't what he used to be right it's like no guys game time is actually pretty good i'm actually he definitely got a lot better than i got worse he is a beast beating you thermal yeah it's a lot of fun and what i love the most as well is that the entire top 32 of this tournament got paid so it's such an awesome opportunity for someone who's not going to do it 所有的N.A. players 不只是參加比賽 因為比賽是玩樂 比賽是玩樂 尼姆打到現在 到第五場 他打的還是一模一樣 加速一次教室然後第二次教室繼續按 下VS沒有做母接合心 而且我跟你講他這個打法 絕對是可以 他一定是有研究過可以守各種打法 包含那個很夯的空頭狗 這應該也能守 你看喔空頭狗那個timing 大概是 四三分大概是 空頭狗的timing大概是 三分半到四分那段時間 然後你要投的時候 人家的那個先知已經出來了 你知道嗎 你看你們自己看一下那個timing 他那個狗投下來的時候 他先知出來了 可能快出來 或是剛出來 所以他那個先知可以守那八條狗 然後你正面又有那個 又有教室一直做 他的timing是沒停的嘛 然後他的空門 在那個 四分鐘的時候會好 他的 他的加速喔 他這個打法加速 全部都是放在那個空間之門上面的 唉唷沒有耶 那應該前面有換過 你看他的空門是在四分好的 他殺 喔我知道 他是前面是放那個by 然後後面是 出限制的時候 把他的加速放在他的那個 心機之門 所以他的空門你看喔 四分 四分零五秒好 轉 抓兵是四分十秒 所以說守那個 守空頭狗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對 這個時候他不會有機會 這麼幸運 我們在這些其他人的敵培 正面是很興奮 很興奮 的 是 他幾個 好 是 他不重要 他不會有了 因為他跟著多龍 你能看到 他會做過 他比較快 就是 看著 他在這位 他只是從來 這不正在 我們看到 他有五個 他會有五個 但我沒有認為 那是老虎吧 哈哈哈哈 我講個段落給你知道 應該十二點前後 十二點前後 太晚了 殺死一遍 七分 等我把這個講完吧 大概三十三四分 我聽到這次 我聽到我學習 我聽到這次 我聽到我聽到你還想說 我還想說 不然不想說 這次是有雙方的 這次是有雙方的 我們有雙方的雙方 Belgier是一場的雙方 可以多些雙方的雙方 有個雙方的雙方 會拿到全部雙方 會有多森子 會靠著雙方的雙方 會靠著雙方的雙方 因為看門口數 Stolt坐在這裡說 L'Explosion的GateNate 因為那裡有很多更多的GateWays 換打法囉 這個應該是先 鬧一鬧之後出了很多哨兵 不休者 等等兵營好全部刷教室 打一個不休者 哨兵加教室一波 很兇喔 你們看他已經挺聰明了 他沒有開五六氣 這是要打一波的 這波很猛 而且他的流程很漂亮 他前面把所有的錢 全部的氣都拿去刷哨兵了 這波有點兇喔 三光那邊一樣被溜 但是有母劍的心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限刷一點免也能守 這邊可以放大光炮一發 他只選擇打四礦嗎 應該不會吧 應該繼續打吧 我從哪裡來親呢 他其實家裡都在補農民喔 他其實家裡都在補農民喔 然後這邊不停給壓力 我覺得他還是會打 反正他打不了 打不了 他有立場嘛 他在有立場之前 他實在有太多的機會 可以跟人家硬打 好 取消 那個很尷尬 對充塞來說 你不追又不行 哇 這個太精銳了吧 他那個飄還沒有全部取消 還留了一點點過去 可以殺農民 好 這邊下了VV I've over committed once or twice already Let's not get too crazy Let's not get too ahead of myself I've got a robot bay on the way I've got a second robotics facility on the way Deepdaw scout This base now That's being take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map I wonder if he feels like he needs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Or if he's like nah I'm gonna get some disruptors out And I really don't have to worry that much About your roaches and ravages Yep The disruptors will definitely help In some amount in terms of Oh 逆本 逆本那個是有射熱鍵 才有可能那麼快 這是 這是教室是怎樣 WOW 這邊超多教室的 WOW 立場 格死人了 給不給活路啊 在格第二排 WOW 再給 在格嗎 還有嗎 WOW 這邊手中會有四隻教室過來了 WOW 這邊手中會有四隻教室過來了 WOW 這邊手中會有四隻教室過來了 WOW 單差沒空啊 WOW 人進刷的 WOW 這邊手中會有四隻教室過來了 太鬧了,太鬧了,這個 他一直不停的限制重組的經濟發展 把那神主玩得跟人類一樣 但這就是一種方法的方法 因為跑到的死者、奪法、施設等 不可能 所以奈特律必須要外出 其中一個我還想到的是 他也有很多圖示範圖 有很多空間的圖示範圖 所以他能夠看到什麼 可能你能看到什麼 沒有東西嗎? Oracle is very close could be the one unit to see it there isn't that much NTS so even if he spots it the only thing i think he has right now is one phoenix and a couple of sentries Leave doing a really good job How many drone have died in this game so far? 哇再了再了再了 但是好像會被看到喔 這邊有看到 這尷尬 安安 他表示我想要跟你們一起去玩 不然 那個沒有生的 定到 哇漂亮的定制立場太漂亮了 哇這邊原來是個雙線啊直接帶走 勾了一點部隊過來喔 這個這個 哇沒炸到 再來一次 還是沒炸到 礦到掉了 這立場 這立場放的還 嘖 就一一一就還好了 他放了他的礦還一直要掉喔 哇太激烈了他們這打的真的太激烈了 這打出來的水準真的不亞於JS喔 再割 雙方都是不停的騷擾 剛剛Nature那個空頭很漂亮欸 他的想法是他丟一點兵 在你的主礦 逼你回救 然後這時候他的主力去把你的四礦踢掉 這才 這才他的目的 打掉四礦他的目的 你看他 他已經時間來到12分 其實Nipper的 經濟收入已經只剩兩礦了 兩礦不到 你看他只有1400 那是兩礦不到的經濟 Guardian Shield being activated there as well There are quite a few Blink Stalkers There is no retreat for these Hydra They are just a little too slow 目前裂光球炸的總數量應該 應該 應該是沒有炸到什麼 完全沒炸到東西喔 Hydras on the right side They look really uncomfortable Yup very awkward position to be in For Nurtio right now As the Protos Army advances For once more On to the north or the East side Of the map Nurtio's base Under fire from the Adept The left under fire from the Immortal Stalker Death ball on the right side The couple Roaches get over here The probe's not a lot The probe's not a lot The Stalker showed up to save him And Neib takes a dominating stance in this game Yup His army is the soul's superior to the army of Nurtio And We always pray Nurtio What I just練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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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nervous is he supposed to turn this one around? He doesn't have lurkers He doesn't even have an upgrade advantage Neeb has plus three And more importantly Neeb has Disruptors I think the only way that Neib can end up losing this night Is if he blows up his own army Yeah I'm gonna... I'm gonna hope that he doesn't do that That's a sad way to go out That's a sad way to go out 其實在這個... 在這個... 一般重組打神族 你重組要比神族多一片礦 才有得打 But having this extra base is so nice And I think you just use set your laser target sites On that west expansion And you go to town Nurtio's trying to recover Nurtio's trying to recover Nur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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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炸 哇 屌炸 真的屌炸 這真的是 真的是屌炸欸 這個好猛喔 不好意思 讓我們重新看一隻這邊 一發 二 三 我來聽一下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二 Hydra and Neve's army continues to run Sack and pillage Out of the eight lanes with that next one gets even more on the south side with those force fields Hits the Hydra and Neve's army continues to run Sack and pillage this fourth pace of Nerchio Destroying his economy He's on his final leg And Neve takes the lead Finally in this series GG 太扯了太扯了 來 下一場 3比2 這邊什麼妹子 Neve Nerchio Nerchio I wonder if Nerchio is happy with these spawning positions Nerchio We've got horizontal spawns on the top side of honorgrounds Which I feel is a lot better for the Prodos But at the Stargate play you can be very annoying over here on the left side of this natural of Nerchio Sometimes you even see some Voidre action here And in general Voidre's are not considered to be very good in this matchup But you know they can be safe 這個是3比2喔 第6場 The High Ground is such an abuseable thing By any race means it's great for liberators War prisms And if you put static defense there It actually won't shoot Unless you have still a flying building Or an overlord to spot for it So it's one of those positions that will definitely And I agree with you on this part Favor me Because he has that direct path of the War prism And if he does clear that out of the Phoenix Okay let's go on It's unfortunate for Nercher Because let's say if Nercher would have spawned on the left bottom side Then there is a good chance you'll see him drop some Hydra Some Roses Some Lurkers even Because he will have a lot more room to walk around And with these positions it's just kind of awkward He's gonna have to fly over the third base Or take a massive detour The way that drops work on this map I think is one of the reasons we don't see it as much Because we take a look at If you guys are hungry there's the barbecue on honorgrounds It's not finished yet I guess it's more like a meat locker But That's dinner later That's from your one game Nate Where you might know the map Yeah H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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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今天是要走... 其實不一定 我覺得是引刀啦 這個感覺 攻速 一樣是教室攻速 很快的 重新的GLAVES 可能有兩隻GATEWAY在背後 但這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最快的GLAVES 從美國的PRODOS 很快的GLAVES 很快的GLAVES 抱歉 這可能是一個很快的GL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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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講什麼543嗎 沒有吧 我就說NIP跟NUTCHO 有講什麼射情了嗎 而且遊鷹不是一個人住嗎 單身女子宿舍 我認為這就是一種的GLAVES 可以在這方面 不算是一件不好的GLA 我主要找這個GLAVES 因為NIV有機會 射程跟這個GLAVES 沒有要玩 你認識這個GLAVES 很快的GLA 我抱歉 我沒有生命 你玩很多PRODOS 很早很早的教室喔 有攻速的喔 然後直接轉2VS 要出鳳凰 我真的喜歡這個 我認為有很好的機會 如果NIP會有跟Zerkl 他會把LINK的GLAVES 打開LINK的GL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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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能知道人家一個人住 啊 你以為我們 哇 幹嘛啊 這 要虛空去開X他的2框嗎 啊 啊 以我跟游硬的交情 知道他一個人住也很正常的吧 喔 教室虛空 雙線 啊 取消 哇他好 他好細膩喔 他做出了好多那種 你知道嗎 他有很多選擇都是那種 感覺的 他這個進來其實根本不知道 對方的兵到底 確切位置喔 他只是感覺覺得 不安全他就取消 而且也沒什麼失誤 欸 欸 不看這裡 看正面啊 正面啊 二框啊 哇 啊 I mean at the same time you could also still say just make a bunch of drones and then make one big Hydra push and even if it's an all-in or not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you will make it work because Void Rays are terrible against Hydras in a straight up fair fight Amen, I played enough 4v4 to learn that lesson Kev Well here they come Four Void Rays making their way towards this base Plus one almost done, two more Void Rays on the way behind this He could activate Prismatic Alignment and try to focus down the Spore Crawler He does have the Mothership Core here for recall capability And okay so the Queenthrow trying to make their way out He could try to focus down this Queen just go for drones or go for the Hash It is gonna be the Drones migrating back the weak and Void Rays And just trying to play around this the best he can Six Drone kills them I think this Dwarf好熟悉哦 This is so funny to see I haven't seen this since you know the Axion Proto's days Where Crank and Alicia used to do this all the time Fly around with a bunch of Void Rays and a Mothership Core It's going to be Mutualist Gonna give a shout out to Naliwa here Who once upon the time set And if I was a Mutualist I would like to meet a Void Rays Suggesting that Mutas are pretty damn good against Void Rays And Void Rays are not very good against Mutas And he needs to recognize this Because the Spire Trace is not only unusual And he needs to recognize this because the Spire Trace is not only unusual And he needs to recognize this because the Spire Trace is not only unusual And he needs to recognize this because the Spire Trace is not only unusual And he's strong versus these Void Rays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Shields are low if he's able to catch Eh 上面那隻好像會死哦 Wah 太硬霸了吧 Wah 太硬霸了吧 這個飛塘打不贏啊 打不贏啊 打不贏啊 我跟妳講 He's losing a few of these Void Rays He needs to get the hell out of there Focusing down the Mutas is not a bad choice But lose another one Those Void Rays are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Mutilisks Yeah I would've laughed 那這時候看到人要住飛塘對不對 趕快馴風喔 Let's go Yeah Ship's into the next gear Roddy DEEP's just getting everything now He's getting a coupleFelixs He's getting a Robotics Facility He's getting a Robo Bay So that's his second Robo actually And yeah he just wants to make sure He can get any Impulse Crystals 我猜想要跟Muda Corruptor 裂光球還是巨像 這個情況應該VP是暫時會先不做東西 先用他的 先用他的鳳凰先去偵察 火力偵察一下看對方到底是在出 飛躺啊 還是地面 如果是地面的話他可以出裂光球 那如果說是空軍的話 那他裂光球VR就不做東西 他這邊是手動去點弓兵的 我們仔細看 他就點弓兵喔 不是讓他放H或NA的 就這樣格爽 現在我們看到HydraDen降下了 我只是有點混亂 對 對 這是很奇怪的遊戲 Roddy 我真的不知道 這是什麼 Dysruptor Void Raid Phoenix 是 這是什麼 有些Corruptors會出現 也許可以 呃 這個Nexus 那是 開尿 有些Stalker 那些Bad Boys 那些Bad Boys 是很高 哇 不用回去了 欸 好像還行喔 這可以點鳳凰 這個組合太神秘了 這個其實這個組合重點就是烈光球 其他都還好其他就只是A正面 他其他東西就是放A 立場放一放但是重點是烈光球 烈光球炸開炸開炸 兩發第三發沒有炸出來 再來一個 正中空心剛剛只死了一個 只死了一顆球的樣子 再等一下 是他從神組下等一下CD 這個應該是會取消 喔飄了兩隻進去 再來殺烈光球CD好有三顆 先炸第一發 死一隻 再來兩顆下去 炸...炸一半 有點危險喔 有點危險喔 重組...重組錢是花得乾乾淨淨的 第三顆球又來 這邊又來一顆球 總共兩顆球 欸剛剛好像重量發大的 好飄進去了 天啊 這邊沒有注意到飄進去 那這樣的話他回救 這必須要回救 這必須要回救 但是Nature 就... 怎麼念啊 他的名字怎麼念去了 我忘記他名字怎麼念了 他...他剛剛不能把他所有的兵都往上走 因為他一旦往上走的話 他被神族站在那個...斜坡下他就完蛋了 立場一格他的三框四框都要掉 所以他剛剛只分了一部分的兵去救家裡的礦 然後其他兵都在下面等 這個太炸了 爛掉了 Nature 是Nature還是雷球 雷球 比卡丘 這真的太炸了啊 這樣子一直消耗 這邊還有喔 還在吸地 哇 教授飄進去 真的是太...太煩了 再炸再炸再炸 哇 這有在控啊 太神啊 這個球真的是控得太好了耶 這太強了吧 哇 再來 不過那個... Nipper這邊其實看得出來他還是有點爆錢 好 這邊炸到 這邊還是有點爆錢 太忙了 你控前線 家裡要刷冰什麼的 再炸一次 再炸一次 咚 這已經沒有機會了 這已經完全沒有機會了 這一次打個CX的冠軍 馬上要出爐了 其實已經出爐了 其實已經出爐了 GG 這真的太強了 真的好強喔 太神了太神了 真的太神了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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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eve When I spoke to you You said you really wanted to make the Grand Finals here in Austin When you made the Finals You said you couldn't believe it But you better believe it now Because you are the WCS Austin Champion 為什麼要呼... 呼... 他啊 I felt pretty hard This here is another PVZ in the Finals And I didn't prepare that much Just like last year But it worked out a lot better I think I played 好 這是... Neeve打...Neeve打那個... Nature的冠軍賽 就這個 那我們等等來講那個... A... They want to learn more